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本本教材可以在我们新爱情的公众号以及微商城中购买 今天为大家讲解的是这本书的第28首曲目《华哈哈》 这首曲子分成两段 第一段是一个主旋律 第二段就是一个主旋律的变奏 这里的变奏非常有意思 用到的是快速止序 还有快四点的这样的一个鼓针的基本功很重要的技巧 快四点基本上就是这样演奏 用的就是勾托磨托的止序 这个组合建议大家可以平时当作基本功来练习 这个对大家手指的独立性以及配合能力都有非常好的帮助 以及在我们后面会练习到的更难度更大的曲子中 这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这首曲子的前半部分没有什么特别难的地方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吸和发的音准 那么它的难度其实是在后半截 也就是变奏 快速止序变奏的这样的段落中 我先来给大家弹第一句 在变奏的时候呢 它的节奏就变得非常的密集啊 就变成了46的节奏性 也就是说速度要比之前要快很多了 这个呢就对我们的基本功有了一定的要求了 那么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 要注意每一个音的节奏以及音色音量都要尽量保持统一 很多朋友在练习的时候呢 会出现节奏不匀的情况 这里我就建议大家使用节拍器 然后在有一个参照物的前提下呢 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把握着曲子的节奏 另外要注意的呢 就是在快四点钟呢 它还掺杂了一些发和吸音 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左手的速度也要非常快 比如在第十四小节 在这一小节中 我们有一个发弥发拉 这种快速的在发和咪之间做变换的 这样的演奏就很考验大家的功力了 是需要单独拿出来练的 就是要干净 不能有多余的颤动或者是上下滑音 都是不对的 包括在第21小节也有这样的情况 它有一个喇息的一个快速的换弦 要求也是一样的 就是要干净利落 这首曲子的旋律呢 相信大家是非常熟悉的了 下面我就为大家完整的示范一点 哇哈哈 这首曲子的旋律 今天的课呢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能够在认真练习的同时呢 能够感受到一点童年的快乐 我们下期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